这是一把枪出如龙 在万军从中取人首级的枪 此枪名为龙胆亮银枪 古代十大银枪之一 乃三国时期长盛将军赵子龙的武器 在耶诗里记载它是家传的 是赵子龙的哥哥死后传给他 整个枪身由纯银打造 如镜般的刀身冷气森森 刃口上中间凝结着一点寒光仿佛不停的流动 更增加了锋利的良意 左手青钢剑右手亮银枪 胯下白龙马 一身白亏白甲长板坡单气救主 于二十万曹军中往返折杀所向披靡 当时赵子龙手里拿的便是这把龙胆亮银枪 这是中国最动荡的时代之一 史称三国时代 电影也从这东汉末年开始 年少的赵子龙刚开始只是一个无名小族 他来到刘备的军营要当一兵 而和老乡罗平安也是因此结识 这天两人正在畅谈当下局势 却发现魏国的人马从眼前掠过 他们被包围了 正当发愁的时候主攻派下了一个人 这人便是刘备的军师 赫赫有名的诸葛亮 机智的诸葛亮给众人出谋划策 诸葛亮推算今晚必有大风大雨 趁着这大风大雨几千人便可破了魏军几万人 进攻之时迫在眉睫众人策马出发 果不其然刚到魏营天将大雨 长山组戴上面具杀敌四方 把魏军杀了得措手不及片甲不留 魏军这一败引来了曹操亲自出马 刘备被赶进了凤鸣山躲避 长家族击溃魏军有功 刘备便派长家族保护家眷以及幼子阿董 本应到凤鸣城的罗平安 带着刘备妻儿却迷失了方向 正在苦恼的时候 曹操带着魏军却已兵临凤鸣山下 刘备本想要等妻儿进来 但是城中那么多百姓 以百姓为先的刘备不顾众人阻拦 狠心命令士兵关闭城门 正要进城门的赵云看见了重伤来的罗平安 本该带着妻儿一起返回的罗平安 只有自己一人归来 冲动的张飞见撞直接一枪要拿罗平安小命 却被赵云拦了下来 两人随即打了起来 赵云面对张飞丝毫不胆怯 还把张飞打得节节退版 看不过眼的关羽上来劝讲 却还是没办法平息打上头的两人 三人扭打到了一起 最后主攻刘备的出手才让三人停下来 赵云在刘备面前立下誓言 要代替罗平安进曹营带刘备妻儿回来 赵云在张飞关羽的护送下到了曹营边上 赵云来到了马车边 发现了已经死掉的刘备妻子 找到了那没用的阿斗 他把阿斗绑在背上又加了一个盾牌 刚要往回走的赵云迎面却遇上了一大批曹军 赵云一人骑在马上与鼠不清的卫军交战 马被刺伤了 赵云背着阿斗摔下了马 在阿斗的哭泣声中 赵云眼神凌厉 欲神杀神欲佛杀佛 受了伤的赵云斗志盎然 面对如此众多的敌军丝毫不畏惧 曹操眼见赵云不好对付 下令又派出了战车 但是没想到战车也不能耐赵云和 赵云击溃迎面来的曹军又上了马队 终于赵云骑马带着阿斗越过了悬崖 摆脱了曹军的追击 曹军正要拿剑射击 爱财的曹操一声嚇着 曹操问赵云可否抱上名来 赵云气势汹汹地喊出 即使敌众我寡 末将亦能万军从中夺回阿斗 赵子龙这一战天下闻名 赵云与卫军频繁交锋了数十战 但从未百 屡战屡胜的赵云自此被称为常胜将军 成为五虎大将之一 而跟随赵云常胜的便是那把龙胆量银枪 刘备此时已经创立了蜀国天下更乱了 而赵子龙此时已经是邻军将军 即要出师北伐 五虎大将为刘备血战杀场出生入死 五虎大将之首关羽率先阵亡 张飞报仇心切也接着死了 五虎大将最后只剩下赵子龙一人 刘备也已经死掉 坐在蜀国位子上的是刘备之子阿斗 没用的阿斗只知道和女人息息 再次北伐派的是张飞关羽的儿子张包关心 年老的赵云请求诸葛亮派自己上场 诸葛亮看着年事已高的赵云 并不想让赵云出征北伐 但最后还是耐不过赵云的坚持 便给了赵云两个锦囊 赵云带着张包关心 外加年老的罗平安和一众蜀军开始了北伐 到了分岔路赵云按照诸葛亮的锦囊兵分两路过关 意外的赵云在路上遇到了一大片卫军 这批卫军由韩德领兵 两军交战 韩德自信地派出了第一个儿子 哪成想赵云保刀未老 仅仅是一两回合便将敌方赐予马下 韩德随后又派出了剩下的儿子们 也纷纷惨死在了赵云的龙胆亮银枪下 韩德心痛不已 但也只能一计先走 赵云想要继续往前 放出探子却发现三面受敌 邓芝提醒赵云军内一定有内奸 赵云不以为然选择了退守老地方凤鸣山 这时赵云打开了最后一个锦囊 发现原来自己只是诸葛亮计划的一个诱饵 诸葛亮要他和曹操的孙女曹英僵持到日落 那另一边的张包关心便可以直接进攻取下六军 赵云心寒了 他心灰意冷地走开了 没想到自己的最后一战居然是这么的窝囊 赵云来不及惆怅赶伤 曹英便已经逼到了凤鸣山下 又是熟悉的地方又是熟悉的感觉 曹英随了曹操那狡诈的闹 兵法和心术都颇为出众 他下令魏军只守着不用进攻 他想将计就计让蜀伯别的兵力都去主城区 那样他就可以围杀赵云 长盛将军赵云只要死了蜀伯自然不攻自破 蜀军派出了邓芝去对战魏军 邓芝身法也是了不得 只一枪便把那领军大将逃死 魏军舰大将以死便落荒而逃 这边曹英健壮开始拉拢韩德 他需要韩德忠心耿耿 便开始打感情输出 他告诉韩德不会让他四个儿子死得不明不白 并且拜了韩德为义辅 干爹一拜韩德刚失去儿子的心灵 瞬间受到了温暖 曹英一声一辅 使得韩德立刻对曹英立誓 必定会为了曹英干脑涂地 曹英下令收拢蜀军的尸体 把尸体们全都送还给了赵云 赵云也送了一个回礼给曹英 邓芝带着罗平安来到敌营 把回礼献给了曹英 那是曹英的爷爷孟德的佩刀 曹英一气之下伸出那把刀 便要杀了大笑的邓芝 邓芝一个身影甩到了罗平安后面 见到了罗平安眼前却停下了 曹英说出两国交战不斩来 使便放他们走了 曹英随即直接约出了主将赵云面谈 随后扔出了关心张包的衣服 告诉赵云蜀国后代已决 蜀国已无望 赵云一怒之下和曹英打了起来 两人刀剑相向 双方都丝毫不示弱 从一手回马枪将曹英击落马下 曹英并不是赵云的对手 几轮回合下赵云老当义传 曹英还是倒地了 但赵云放曹英回去了 回到凤鸣山赵云倒了 原来搏斗中赵云重剑了 受伤的赵云也不肯卸甲治疗 就怕敌人知晓自己受伤动摇军心 曹英回去后气愤地赐给韩德一匹汉鞋宝马 他要韩德带着卫军发出最后的进攻 邓芝众人见状回去禀报赵云 并与赵云做了最后的告别 邓芝带着蜀军正面交锋迎上了曹军 曹英在蜀军后弹奏起了琵琶驻镇 两队军马交织在一起死的死伤的伤 邓芝和韩德打了起来 刀剑交锋之下却没有个胜负 曹英此时令人放出了火箭 火箭上缠绕着炸药 这火箭敌不分地全面扫射 不但是蜀军卫军都承受着火箭的伤害 韩德一脸震惊地看着曹英 曹英对韩德说出了那句 叫我服天下人 修叫天下人服我 韩德瞄懂 拉着邓芝一起同归于境 赵云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泪水从他坚毅的脸上滑过 下面是乌鸦鸦的两国尸体 赵云的军都死掉了 身边只剩下了罗平安 罗平安此时向赵云坦白了一切 称自己就是那个内奸 罗平安当兵比赵云早很多 但是却一事无成 他嫉妒赵云卫军答应他市城之后 给他布地的军衔 但是他不舍与赵云的兄弟情谊 所以才会在赵云与曹英决斗时救赵云 赵云让罗平安帮自己卸甲拔出了那支箭 罗平安在身后为他击捕 赵子龙一声怒吼 单枪提马冲了出去 影片最后 三国终于统一了 但是国号不是属 不是位 不是无 而是进 赵云最后的时刻其实很从容 在乱世中活着已是很艰难 又和谈走完这一个大拳 影片导演李仁港的飞蝶帽三部曲 锦衣卫 鸿门燕和今天讲的剑龙谢甲 最后的结局都是无奈与悲凉 青龙的奉天成人 项羽的英雄陌路 赵子龙的老来池木 赵子龙承载了多少男儿的英雄梦 何等的豪迈何等的威武 但看到英雄池木又是何等的心酸与心酮 好了今天的兵器就介绍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阿锐说片明天不见不散